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绍一下德国第二大的政党 那这个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党 那社会民主党是德国最旧的政党 那他们1869年已经出现了 那他们那时候的计划是加强工人的权利 所以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党 那时候他们跟彼此迈总理一直打来打去的 那最后他们那个计划 他们的思想政策 慢慢到德国的那个政治系统 那最近社会民主党又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他们的政策 他们的计划慢慢接近以前东德的政策 那他们现在提出一个总理候选人 他叫Olaf Scholz Olaf Scholz现在63岁 那他目前是我们的副总理 社会民主党的计划是加强 所以其实跟基督民主党没有差多少了 那那个Olaf Scholz 他被选上的机会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会很好 那他们那个基督民主党的对手 那个Armin Laschet 也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候选人 但是他们基督民主党还是比较会选举 那社会民主党他们最近就没有很流行了 所以有可能他还是会输那个Armin Laschet 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个很惊讶的结果 我们就下次看看一下怎么发展 谢谢大家 到时候见 并请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密切注意FBIG预告时间